现在台湾已经有能力用非常高解析度的模式 去模拟非常像台风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态 我们模拟出来的全球的台风的路径 画面上是季末2075到2099 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减少最多达到40% 中研院学者徐晃雄团队花了10年时间 建立台湾气候变迁模拟系统 从1850年模拟到2100年 当中台湾地球系统模式 在全球37个模式中排名第八 程度跟日本相当位居世界前段班 未来比如说到世纪中 比如2040到2060 比台湾最严重的问题是春季干旱 春季干旱会比现在还来的严重 很多地区像桃园那一带 它的缺水会比现在还要严重许多 不只是民生用水 农业灌溉所用水的都会很明显的减少 未来台湾将春雨减少 另外台风显著减少下 强度和雨量却会增加44% 呈现极端变化 最近雨都基隆大缺水 而马鞍台风路线偏西远离 气象局评估短期内不会发布台风警报 回顾历史 第一个台风警报最晚发布的时间是 2010年8月30号的南修台风 再来是1993年8月17号的塔沙台风和 1997年8月16号的温泥台风 2022年很可能会破历史记录 最晚年度首个台风警报 若是8月结束都没有台风侵袭台湾 也是连续三年1到8月都没有台风侵袭 今年这个情况确实蛮特殊的 今年其实说不只是不来台湾 整个从南海到菲律宾 整个西北太平洋 台风的都非常非常不火药 那即使少数生成几个 那都是非常的弱 然后生命期非常的短 那主要是富人的高压 非常的强劲这样子 那这个有可能是这个 因为这个一个反圣婴 相对比较低的海温 跑到接近中太平洋的地方 那维持住了这个 比较强的富带高压 到了秋天我们讲的秋台 东北季风共半的话 主要的雨期是在东北部到东部 所以渐渐的进入秋天 纵使有台风来 西南部的台风雨 相对来讲也会偏少 所以我们过去我们常讲说 大概十月左右开始 就算是中南部的枯水期 这个时候没有西南风 午后对流少 那台风带来雨也相对有限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 从这个时候开始 就要注意中南部的用水了 台风点来对时机 水资源调节才不会出问题 全球暖化气候变迁 就容易出现过雨不及的现象 在气候变迁的情况底下 它台风变少 可是万一它不小心行政台风 它发展的强烈台风的几率是增加的 所以会带来更大的降雨 以及更强的一个风暴 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我们最不热尽的情境 根据国家在访中心评估 21世纪中台湾年最大一日暴雨 强度有增加趋势 增加幅度大约20% 到了世纪末是41.3% 极端降雨就很容易淹水成灾 极端的气候还包括 全球暖化造成一种极端现象会发生 那欧洲呢也有类似的现象 大西洋高压异常的这个增强 造成欧洲遇到500年遗憾 那台湾呢其实在整个东亚也遇到 特别是在中国的东岸 到台湾这边都面临到极端的高温 也干旱的现象发生 干旱导致野火高温影响粮食生产 若是人类再不努力减碳 安身立命的家园 在这一二十年间就会出现剧烈变化 TVBS新闻 肖映想成又想中的人王一杰 看不到